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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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是在恢复其原来面貌的基础上 再加一些新元素 让它成为更适合现代人已居的地方 你看这间屋子它的空间是蛮大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进去新村屋的时候 觉得很矮小 很小 为什么 因为它加了很多东西 不必要的东西 它加了什么不必要 就加了把底线加了一个 把它这边盖住那边盖住 为什么 当然它有它的道理 今天很多人赚了钱回来 希望买更贵重的东西放在家里 那如果像这样一个空旷的设计 人家会爬进来拿着它的东西 所以我们人为了保护我们赚来的贵重东西 忘记了保护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划算的 所以我打造这个老厨 把它变成民宿 是希望保存这个文化资产 把这个智慧跟大家说出来 但我没有这个意思 发展的洪流还是要坚醒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说人家新村 所有的老屋子都不要改造 都不要编续一种西化的洋房的设计 我没有说这句话 但是我至少要保存一些小小的数量 给我们的下一代来看 这个就是传承文化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让时光倒流的地方 木门 门栓 木条窗口 木制沙发等 经过岁月沉淀后散发出老厨最迷人的味道 访客容易不自觉地掉入时光隧道 沉浸在怀旧的氛围里 除了老座民宿 任嘉隆大街上出立的 任嘉隆幸福村文化馆 也是一间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屋 屋龄同样超过60年 经过一番的修缮后 成为漂亮古雅的文化馆 引领游客们前去探索和感受 隐藏在任嘉隆新村里的老座魅力 这边的一些另外一个特色是 它大门虽然是放在刚才那个地方 可是它的大门的物身就比较低了 所以这个老先生叫袁显生 是这个老主人 他是一个文化人 他没有理由把一些不符合当初的一个名情 不符合这个科学的 或者不符合大自然的动作去建筑 所以他就很大胆地 很创意地把它的后面做了一些extension 把它物身做高了 可是这个物身做高 它有什么带给我们后代呢 因为之前所说的 后面的物身是不能迎兵的 迎兵只能够在大门 那今天他做了另外一个动作 就把后面的那个厨房的一个部分 做成一个大门 另外一个大门 就是这一户人家有两个大门禁 因为他有四个孩子 就可以把两个孩子放在一边 把另外两个孩子放在另外一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一点到底是怎么看得出来的 就是它的一个创意的对面 它对面写什么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是厨房不能迎兵的 但是由于我现在做的extension 你们客人 贵客 贵宾可以从这边进的 所以你看他从这个谈天跟这个场地 天对地 你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智慧 非常深的智慧 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力 才能够把这个对面做出来 然后它的横批是这个百日一山镜 黄河日海流 所以他就把跟上一层楼那个东西显现上去 所以这个人就说这个地方他已经做了另外一个层楼 所以你看这种很小的细节 他都把它留给后代的人 把这些文字 把这些文案留给后代的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 对我来说这个文化馆 是应该会让大家去传承文化的一个场所 老座民宿和文化馆 是任嘉隆幸福村重要的文化遗产 如今通过社区营造计划 重现在世人眼前 不但赋予该村一个新气象 也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全国六百多个新村老房子受力典半 证明老房子在不需要产品重建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改造出满足现代人需求的一个家的空间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